威福部食药署公布 虫组肉品名标示原则的新制正式上路了 未来完整包装和散装产品的虫组肉食品都要清楚标示 并且在产品上加注仅供熟食的警告标语 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从明年开始 业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标示清楚 最高可以开罚400万元 关于虫组肉品名标示原则的新制度上路 卫生局表示 因为虫组肉容易在加工运送和保存期间的过程中发生污染 有造成民众食物中毒的风险 因此要求业者清除标示 避免误导消费者 有关于虫组肉的标示 不管是包装或是散装食品 从105年的1月1号开始 都必须标示虫组或者是组合 还有另外一点最重要的要标示警工收食 那如果说有标示不食 或者是未标示清楚的话 都会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才罚4到400万 卫生局特别邀请饭店主厨陈启文 向民众解释如何分辨原肉和虫组合肉品 希望民众在购买时或是在烹煮时 就可以从外观和口感上辨识出来 避免受骗上当 原肉的它的那个肉原体会比较鲜红 那虫组肉它比较 因为它水分的流失 血水的流失 所以它变成比较鲜红 比较粉红的一点 那第二点它因为它如果汆烫之后 它没办法粘细在一起 汆烫之后 那个虫组肉的话 它会掉变成一点小块的肉 那原肉的话它是整片的 那再来一点是 它的汆烫出来的虫组肉 它的口味是比较偏淡的 不够鲜甜 那原肉它是 肉汁还在里面熟成 所以它会比较鲜甜 卫生局表示 新制度即将在明年1月1号起上路 未来会针对直接供应肉品的饮食场所 和贩卖肉品的相关业者 进行实地访查 另外民众若对外包装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上卫生局的 食安动态讯息专区做查询 台湾的新闻 黄盛强的采访导导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这种 我们的他们最识红 文离商首会 新闻 完了